布朗祖傳統的這期當中有幻靈寺和新年齡座 傳統上都是跟新年齡集合起來基盤 不過如今的新年齡率是正常來典現這兩項基石 為了來典現傳統的這期文化 您愛將布朗祖道社群的助理 近以來特別將這幻靈寺和新年齡座重心來基盤 希望後消息很久的文化重心來典現 找到回來的布朗祖真正在電的文化傳統 剛才電條到中北風潭 好不容易找回來已經消息儀式的內容到這句話 大家利用時間在布朗來 邀請老中親三代族人 共同學識幻靈寺 以及新年齡的這意義內容 當時也在多連唱 消息已經很久的這句話 就是之前有聽過 然後可能在文件上沒有看到的 所以可能就除了去把它做好之外 可能更多的是可以去找回以前更完整的樣貌是什麼 因為我現在是六十多歲了 以前我阿公也是 我有看過我阿公這樣 我們這個文化不要斷 要讓我們的成年人 要讓我們的小孩子知道說 真的我們有這個東西 布朗祖的摄耳祭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重要傳統這點記憶 但傳統的摄耳祭不是基盤時間有滾雜工 其中要換人寺跟新年齡的藝術 涵蓋在摄耳祭的這意中 不過現在的摄耳祭已經看不到這些藝術內容 主要原因是這些藝術 在日本時代就已經被禁止 在日本時代就已經被日本禁止 那是因為那個時候的主要的成年理事 跟人頭有關係 這個是一個在布朗祭裡面 左舍群的布朗祭裡面 這是最隆重的儀式在這裡 七天七夜 所以部落裡面的人 對這樣的一個儀式也都已經淡忘了 那過去我們就是在摄耳祭的時候 那晚上有一天晚上會召喚動物的靈 而且是遠離部落的 不會在部落裡面舉行的 是所有的祭司在遠離部落 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唱 所以這是很神秘的 所以很少會流傳下來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機會 把它傳唱下去 因為當年和日本政府禁止的傳統摄耳祭中 有很多摄耳祭和藝衍頂 就只有在進行儀式的時候才會出現 儀式比禁止以後 這些這些歌藝術裡面的藝衍 也對在當時的消息 作成文化團成出現短暫到實驚 那因為這個祭 就是祭歌的時候才會唱 過去我們在辦摄耳祭的時候 我們只凸顯了表面上的那一部分 可是背後的那個部分 其實我們對整個的祭儀的 整個意涵我們就不太了解 會失去了它整個豐富的意涵 部落族人賺到要有一些長輩 對過去這些傳統文化 保留有一些記憶 認真正要用要消息的文化找回來 不然找回來的很多 很久沒出現的綜藝元素 也讓傳統摄耳祭的藝術入陷 更加完成 計較翁教繡的采紅柏人 好